第918集 观众席上很快有人认出了幻阵中的凶兽 醍醐玄黄兽的攻击力并不强 可却有着超级强大的防御力 在遥远的大黄深处 有强者就是用这种凶兽当成移动城堡 带领族人迁徙 这东西的防御比普通戒王强好几倍 甚至达到了较弱的大戒戒王水平 神文成拍卖会居然用此等凶兽测试邪神符 自然也意味着他们对邪神符的威力有十足的信心 难不成这个邪神符可以伤到大戒戒王 整个拍卖所里顿时静悄悄的 所有人都凝望向林明等待着答案 林明拿起邪神符 掌心之中闪过一团漆黑的火焰和紫色的雷霆 与此同时无数的修罗天道法则凝聚而来 与林明掌心的火焰与雷霆交汇在一起 看着雷火之力与修罗法则交融的一瞬间 在林明的感知中时间长河仿佛慢了下来 犹如沙漏中缓缓流淌的流沙 邪神符被力量牵引悬浮在他面前的虚空 林明的左右手两根食指突然间如同戳破了水面的石头 在邪神符上吁吁一画牵动出两抹涟漪 他双筒里顿时射出了一道细弱油丝的电芒 缠绕在其中一抹涟漪上 又有一点漆黑精火缠绕在另外一抹涟漪上 他面前浮现出一波波实质化的魂力 仿佛无形的大手 迅速牵引着两抹涟漪在虚空中打了一个漂亮的结 犹如一朵鲜花绽放出来 整个过程看起来速度很慢 然而实则是在瞬间就完成了 而就在林明几公里远的地方 大漠最边缘地带已经隐隐可以看到两股纠缠在一起的粗壮龙卷风 正向他锁在地吞噬而来 而林明却站立不动 在他面前只有这一团如同艺术品一般的雷火之光 拍卖会的测试阵法 与神文师工会租赁专门的测试阵法有很大不同 租赁专区的只是幻阵 可这里是幻沙阵 如果站着不动任由阵法攻击的话绝对重伤 林明干嘛呢 他怎么这感觉不像要激活邪神符 而那个醍醐玄黄兽就要冲过来了 可是现在眼看林明一圈圈的控制着雷霆与火焰 仅有无数阵纹在流转 可邪神符却迟迟不发动 这让人们不仅心生疑斗 林明到底要干什么呀 如果贴着醍醐玄黄兽去引爆协神符 那林明自己也会受到爆炸的波及 眼看醍醐玄黄兽已经冲到林明十丈范围内 这个距离早已经过了最佳的引爆时机了 就在这时 林明眼前的那一团艺术品一般的能量中 自发的抽出了一道比丝线还细小的能量纹路 向虚空中牵引过去 只是瞬息间 一连串细线纷纷发散开来 围绕在林明周围 而且每一条能量纹路都不一样 那是在场所有人都前所未见的能量纹路 而且里面似乎蕴含着千万次以上的变化 每一个能量纹路之间 彼此又会纠缠 重新激发出千万次的变化 只是一瞬间 这些被牵引出来的能量纹路赤亮起来 形成了半边雷霆丝线游走 半边惊火丝线游走 凝结成一个赤子二色的阵图 这时候 那席卷过来的黄沙已经扑拉拉打向林明 可却完全被他手中的雷火阵图所淹没 看到这一幕 小魔仙忍不住惊呼一声 虽然心中料定林明没事 可这样的情景还是让小魔仙心中一紧 轰隆 一声爆响 速度达到极致 肉身无比强大的醍醐玄黄兽 毫无花哨的冲击在雷火阵图上 那一刹那 仿佛陨石落地 强大的冲击力席卷起万吨荒沙 如此恐怖的力量 让整个拍卖大厅似乎都在颤抖 人们纷纷坐立不稳 一些修为弱一些的舞者忍不住发出惊呼 林明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攻击 而是用一个雷火阵图去抵挡醍醐玄黄兽的正面冲撞 眼看着黄沙中的醍醐玄黄兽 竟是在那雷火阵图上撞得头颅燃血 而雷火阵图却只是微微变形 完全没有破碎的意思 这可是普通借王权利一击啊 林明以邪神符去抵挡 难道说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神文符 人们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防御性的神文符十分少见 其价值往往比攻击性神文符要贵出许多 但是之前听神文城拍卖会的描述 邪神符应该是一个破坏力极大的神文符才是啊 人们来不及细想 就在这时 林明突然双手托着协身符 平推出去 原本不过巴掌大小的协身符突然间暴涨 那周围无数细密的雷霆丝和火焰丝 变成了巨大的漩涡 瞬息间铺天盖地 像是一张大网一般 居然把两只体型巨大的蹄壶玄黄兽给包裹了进去 那一刹那无尽黄沙中爆发出如同太阳般耀眼的光芒 这光芒当中诞生出了滋滋的雷霆闪电 跟汹涌的汹汹烈火 火焰跟雷霆闪电纠缠在一起 就像是一条火龙跟雷龙一同出世 在嘶吼 足足数百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从烈火和雷霆的大漩涡里传来 将整个天地照耀的犹如末日来临 雷霆轰隆火蛇升天 中间的漩涡里 不断听到醍醐玄黄兽的一声声售吼 但那吼声却越来越低沉 逐渐小 爆炸产生的耀眼光芒 形成了无比粗大的雷霆 火焰运转迅速旋转 仿佛能撕裂天与地 周围的大地 直接被割裂出数百雷的深深沟壑 刚才爆炸的地方 已经出现了深邃不见底的坑洞了 那两只防御惊人的醍醐玄黄兽 浑身鳞片几乎已经掉落干净 巨大的尾巴在大地上 缓缓摆动 虽然还活着可是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了 将邪神符当中烙印的修罗天道纹路 在虚空中牵引逆转 形成阴阳修罗天道纹路 也符合火焰雷霆双击夫的真意 这威力和我预料的差不多 而且阴阳护转既能攻击也能在释放出符文的瞬间 形成防御效果 看到面前这一幕林明鼻尖上躺落一滴汗珠 心中对这张邪神符十分满意 邪神符的制作 林明可耗费了太多心血 在制作邪神符的过程中 林明对于修罗天道法则的领悟都惊深了许多 所有包尖的人却在这一刻完全忘记了说什么话 这竟然是一张攻防一体的神文符 一般的神文符那都是一次性使用的 要么防御要么攻击 而邪神符形成雷火之网 却攻防一体呀 试想在两个武者生死厮杀 各自拼尽全力甚至已经游进灯窟之时 他们用最后的绝招拼命 而此时有一方拿出了邪神符 抵挡了对方权力一击的同时 又爆发出恐怖的攻击 将对方直接笼罩在可怕的雷霆与火焰中 那将会是什么效果呀 而且这邪神符 无论防御力还是攻击力 都达到十分可怕的地步 连醍醐玄黄兽 这种防御力可比你最弱大戒戒王的凶兽 都被打个奄奄一息呀 也就是说 即便是大戒戒王 如果不了解邪神符的特性 一不小心被阴一下 也会狼狈不堪 甚至受伤 一时间 整个空间城堡里 静悄悄的 人们粗重的呼吸声 隔着很远都可以清楚听到 而就在这时 在高空中那一团暴躁不堪的雷火之力 竟重新凝聚起来 条条修罗天道的纹路 也与此同时一同汇聚 游着无尽的星光挥洒 这些雷火之力和修罗天道 被一股巨大的漩温倒逆的卷到一起 最终重新形成一张完好无损的神文符落在邻明手上 邪神符重生了 看到这一幕场景 人们虽然早有预料 但还是嘴巴微张 震撼的说不出话呀 能重复使用 这是林字符的标志 但是就像最开始的涅槃天火符 原本威力就比原版的煤墙多少 重复使用 这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就是天火符 威力强大的离谱 而且还能重复使用 这就让人惊叹了 于是天火符拍出了36亿的天价 可现在这个邪神符攻防一体 而且在攻击过程中 有种种奇妙的变化 似乎有很多的奥秘 林明还没来得及展现 这样一张能够起死回生 伤到大戒戒王的变态神闻符 竟然也能重复使用 这简直就是这破坏规矩的东西呀 如果能有好几张邪神符在手 普通戒王都能跟较弱的大戒戒王较晚了 而用在战争中 那更不用说了 不同于涅槃天火符 邪神符可用于宗门高层力量之间的战斗 如果使用邪神符 能让一个原本要战死的戒王反败为胜的话 这一里一外 可不知意味着多少财富啊 要知道每一个戒王 那都是无数资源堆积出来的 想到这儿 贵宾席中几个天尊都为之动容了 林小兄弟的测试已经完成了 薛长老 还请您平定一下这神闻符的级别 宋文清吸一口气 神情激动 他有预感 今天的拍卖会将再创造一次新高 薛长老愣了一下 目光依依不舍的从幻阵里挪移开来 这个 薛长老沉吟了几夕的时间 开口说道 林明小友 这些神符能用几次啊 薛长老目光和蔼 看向林明 三到四次吧 林明稍微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如果他来用能够用到五次以上 不过别人就没这本事了 因为是工房兼备 能量流过大 对神闻符本身的细小符文的负载更大一些 所以只能用这么多次 邪神符是林明制作的三种神闻符中使用次数最少的一种 这是强大威力带来的代价 不过单单是这种威力就足以让人疯狂了 这可是连大戒戒王都能稍稍抵御的几品神闻符 威力比使用次数更重要 威力不足你就算用个十几回 也难以比得上一次大威力的攻击 这个威力强大 技法精良 这神闻符单单威力就可以比你六品上等 而因为它工房一体的特性 还能连续使用的优点 最重要的是 它使用的限制要比六品上等神闻符低上序度 故而它的价值当然不是一般的六品上等神闻符能够比你得了的 具体价格老夫难以估策 这个还要大家评判 学长老陈思一会做出了总结性发言 六品上等已经是大戒戒王的领域了 六品上等 我的个怪怪 很多人听后是暗暗杂舌 如果林明的神闻符技艺继续提高 他未必不能做出六品顶尖的神闻符 再过个许多年 他甚至能够做出准七品的神闻符 准七品什么概念 戒王强者用 可以用来对战半部天尊强者 而且还能对他造成威胁 真是好东西 果然比改进满天火符更强悍 这次不许此行啊 虽然说邪神符叙事时间稍长 可叙事时间内似乎也可以防守啊 这个林明的实力也远超同级舞者 他看起来只是神军镜 可使用这张神闻符恐怕是圣主巅峰的实力啊 以神军镜的人来弄 魂力早就刚哭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这时候人们才清醒过来 似乎因为林明接二连三创造奇迹 人们都几乎忘了他原本是个神军镜舞者的事实啊 既然如此 在座的诸位 排卖 现在开始 依旧是五百张神闻符欠条 底价为零 每次价价不得少于五千万积分 宋文声音机啊 而就在竞排者们摩拳擦掌准备疯狂竞驾的时候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五百张欠条 什么时候兑现呢 这个声音传自贵宾席 带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沧桑之感 仿佛这句话中蕴含了岁月的意境 人们心中一惊 纷纷向那贵宾习望去 顿时心中凛然 问话的人是天商神国国主徐无子 徐无子修为早在数千万年前突破天尊 而且他在炼丹术和神文术上都有些设立 可是天尊境界的神文师 一样购买林明的神文符啊 不管邪神符天火符 他们有个最大的特性 就是能让相对低阶的武者使用 天尊级神文师也没这本事 徐无子一眼就看出来 邪神符的复杂之处 他有些难以想象 这竟然只是一张五品神文符 而相对的 越是复杂的神文符 他制作的难度就越大 制作周期就越长 也越容易失败 五百张邪神符欠条 说起来轻松 但其实要兑现它可并不容易 尤其他的制作者本身修为不高 徐无子的目光 穿过贵宾尖的阵法 投在林明身上 宋文还有诸多镜拍手 也看向林明 林明微微沉吟说道 大概三年 林明制作邪神符的成功率 到现在也不过六七成 他可以当众掩饰天火符 可却不能掩饰邪神符 哪怕他不计精神消耗 去投入邪神符的绘制中 一样有不小的可能会失败 而且制作一张邪神符 也要消耗大量的灵魂力 一天最多做一张 在考虑这期间 林明还要制作天火符 故而他说下了三年时间 这也算是林明能够承受的时间段 这期间 林明的灵魂力自然还会再度增长 对修罗天道法则的理解 也会日益精深 故而实际上也许用不了这么久 哦 徐武子心中微微一惊 其他人不理解三年时间意味着什么 可徐武子作为神文师 当然知道林明在三年内完成五百张天火符 和五百张邪神符意味着什么 就拿着邪神符来说 一个六品神文师画出一张来 差不多都要灵魂力耗尽了 好 本尊拍卖会 买欠条倒没什么 但是 我需要一个交货期限 如果我拍一下你的邪神符 我希望 每三个月时间 神文师工会 都能派人将制作好的神文符 送到天商国 如果三年内 不能交上整整五百张神文符的话 我要讨回所有的积分 徐武子这一番话说出来 在场竞拍者都是心中一灵 这条件够狠的 如果林明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积分一分捞不着 还要赔上材料钱和大量的精力心血 等于三年白干 很多神文师暗暗砸舌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是买欠条 当然该有个界定的期限 只是这样的条件 没十足勇气的人根本不敢答应 尤其这邪神符的难度 简直让人害怕 徐武子的话 倒赢得了不少真正大买家的一致赞同 这些内修了路的顶级人物 基本是天尊以上的修为 他们虽然看中了邪神符 但也不会因为一时冲动 就为了一张白纸而疯狂竞价 他们在竞价前 便开出了一个如此具有压迫力的条件来 所有人的目光 一时间都集中在林明身上 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压迫感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林明表情平静 他微微沉引了一下说道 可以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却铿锵有力 让人听了都是心中微微震撼 林明还真的就这么答应了 这份自信实在惊人 如此看来他真能在三年内完成神文符的绘制 不过 我也希望提一个条件 林明画风一转 徐武子眉稍微调淡淡说道 说吧 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要求你们在出价的时候 其中一半的积分 以珍稀材料支付 林明感觉自己的积分现在已经够用了 他更需要的是材料 特别是珍稀材料根本是有价无事 好 我是没问题 徐武子一口答应 其他天尊也默认了 而这时候 徐武子根本没等宋文再宣布拍卖开始 就直接开口道 拍卖可以开始了吧 我第一个出价吧 四十亿 徐武子淡淡的说道 而这一声竞价 让观众席上很多人直接噎住了 标着零底价 这徐武子一上来开价四十亿 这让在场不止九成九的拍卖者直接熄火了 没电了 他们根本提不起争的勇气来继续叫价 谢谢大家